帥厨魔法棒 让你的食物点石成金变黄金 帥厨魔法棒上 主厨 蔡师傅 林哥哥 好了 这什么东西 对 我想请问一下 是 入行那么多年 有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我还真的没见过 这是啥吗 这个东西 这个是在剥玉米粒的 剥玉米 对 不会太小吗 不会 我刚刚把他准备玉米 你可以帮我们试试看 你有看过这种东西吗 我是没看过 因为我们刚失败了 是 对 你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吗 这个应该是要烫熟比较好用 真的吗 要烫熟 小心 小心熟 可以 可以 你可以 是不是你 这个其实烫熟会更好用 各位 有了 有了 各位 不好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因为建议 这个器材是好的 是 然后你们要做 还是要做那种烫熟过的 不然的话你的玉米 就会变这个样子 看一下 变玉米屑 对不是玉米粒 变玉米屑 还是要先烫熟 烫熟比较好拨 对 好 OK 这个我今天我要回去给我老婆煮汤 不要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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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菜主厨大家都知道了 是 她所专长的是唱歌 是做饭 日式料理 日式料理 没错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的厨娘要处理到 非常艰难的题目 艰难 是电视史上最困难的题目 OK的 你有办法介绍吗 什么都有办法 如果 你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出口在这边 因为下一位厨师 都会从这边住 好的 你在后面等 今天谁要来出题 我 珊琪 遇到什么问题在生活上 就是你知道女生 臉臭 臭臉 心情很差 好啦 我昨天晚上在 就买了台北市 很有名的牛肉面 可是你知道女生小鸟味 就是回家把面吃完 湯都喝不下了 OK 可是又不想要重新煮面 这样又变一样的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牛肉汤 牛肉汤 有不一样的吃法呢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要怎么做呢 我今天做个比较偏西式的做法 首先要把牛肉先捞出来 干湿分离 对 因为我今天是想要做一个 类似是像炖饭的东西 炖饭 让隔夜的牛肉汤 还有牛肉块 做成一个炖饭 对 因为如果你先把牛肉下去的话 你待会在搅拌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糊掉了 牛肉会糊掉 对 那今天如果说是牛肉汤是这样的话 羊肉汤也可以 羊肉汤也可以 猪肉汤也可以 都可以 四层汤 有点难度 蛤蜊汤 蛤蜊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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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首先 先帮我开个火一下 好 那是奶油吗 对 然后帮我把奶油先下去 好 对 我们现在把洋葱 四分之一颗先切成丁状 OK 现在我们教大家如何做出一个 野菇牛肉炖饭是吗 是的 野菇牛肉炖饭 然后其实菇类 其实看大家自己喜欢 我们今天准备香菇 是 有时候在家里可以准备杏鲑菇 杏鲑菇 蘑菇 你什么都可以加进去 对 因为它本身今天的牛肉汤汁 是已经有味道 是 所以我们省去 有时候炖饭会放香料 OK 所以我们先补放香料 就不用了 OK 我们李萱现在在用 在用奶油 对 好香喔 关小一点火 好 这算日式吗 算西式 这算偏西式 所以是用奶油 奶油 如果是中式就是用沙油 应该说用猪油也可以 猪油也可以 对 猪油很香 这味道就真的很稀释了 然后洋葱一样 好香喔 好香喔 已经有那种细餐馆的味道 对 然后我们在拌炒过程 一定要把我们的香菇 如果今天不是香菇用野菇 也可以 所以用青猫菇 可以 金针菇可以 金针菇行吗 金针菇其实比较不适合 不适合 金针菇比较适合麻辣火锅 对 好 因为我们这个香菇 稍微切得比较粗一点 保留它的口感在 对 因为我们是利用 就是像是吃不完的东西 对 因为一般的炖饭是用生米 然后我们今天是用 特地用的是像隔夜饭 隔夜饭 对 我们用隔夜饭 因为通常用生米有的话 你要做 要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 隔夜饭到底是哪个地方 那么惹人爱 好多人都好要用隔夜饭 隔夜饭 因为它水分变少了 所以做炖饭 你上面用隔夜饭是最好的 其实用生米最好 生米 对 可是因为用隔夜饭 太长的时间 对 然后我们番茄 糖 对 大概需要四分之一颗就好了 四分之一颗 这么少 所以刚刚我们已经把我们的 洋葱跟蒜 洋葱 蒜头 还有起司 和香菇 全部都切片了 切片了 然后现在煎爆香 番茄也切片 切丁 切丁 对 因为奶油属于蓝点很低 所以火不要太大 不然它也会焦化 所以现在火是算小火 小火 然后这时候我们下番茄的时候 我就把它火开大 OK 对 香菇也可以下 对 然后一般我们会用起司粉 起司粉 可是因为家里面有起司粉 我们就把这个起司片 起司调也可以 对 我们把它撕成一块块就好了 然后最后可以下 起司好香 所以如果乳酪撕可以吗 也可以 也可以 老师你待会帮我们稍微 估一下 我们这道菜 再这样做下来的话 我们总共花了多少钱 总共花了多少钱 好不好 这应该不会花太多钱 对 起司一片我们买大概三块 三块 六块 没有人买单买的 对 一包吧 拆开来算 或者是各位朋友 如果你跟早餐店的关系还不错 你可以去跟早餐店要 老板 我要两片 像我以前在家里 要煎蛋没有蛋的时候 都去跟早餐店要 真的 可以 现在我们都已经 大家都已经上色了 好香 香味都出来了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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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之后下我们白饭 你真的很会 我们的隔夜饭 隔夜饭 你真的很会 越懂 来 我帮你收一收好了 这是我的习惯 然后饭下了之后 因为现在饭是黏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的汤汁就要下去 可是汤汁下的时候 要注意不要下去太多 对 因为你要让汤汁去吸收它的饭 让它融合在一起 你这么说太笼统了 什么要叫做不要下太多 其实大概先下大概一杯的量就好了 一杯 就一杯的普通碗 对 因为它本身 它是有调味过的汤汁 对 所以如果你要下太多的话 它吸到后来会太咸 所以说这个道菜 是要边炒番的过程中 去边试它的味道吗 边试它的味道 对 我发现师傅 都没有加什么盐巴 或什么醬油 对 因为它本身 其实有咸味 汤汁就有味道 对 然后最后我们茄子也有味道 茄子 对 这时候我们一样就开大火 开大火 开大火 对 开大火 为什么要收汤吗 要收汤汁 对 因为我们用的是隔夜饭 如果你今天是用生米的话 我们就用开小火 因为可能汤汁要下四大火 对 其实做饭 就跟人生的道理是一样的 是不是 从做饭过程中 去领会人生的道理 我在讲什么 好 开始试味道了 开始试味道 对 很烫 很烫 有什么烫 不会烫吗 不会烫 不会烫 奇怪 你们这些厨师都不好好做菜 对 还要回去看你做效果 然后这时候 我们无糖鲜奶油 鲜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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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奶油这也是在市面上 就买得到 买得到 对 然后一样搅拌 所以各位这些 我们今天有介绍到的备饼 比如说鲜奶油 鲜奶油 鲜奶油 其实有时候在卖场的时候 可以多买一些 放在冰箱里面 其实这个 它有保存期限 应该都有半年以上 有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关火了 因为它有余温 对 然后因为刚刚鲜奶油也下了 对 奶油也下了 我们现在要先让它融在一起 把它黏稠感产生 太厉害了 然后我们可以盛盘了 这就好了 非常非常快速 你这个是要带回家是不是 忘了下它 要不要加热 再回家是不是 一样用余温就好了 用余温 应该带你去加菜 它本身就是 因为我怕说它会糊掉 所以我们一样用余温 稍微加热就好了 就温它 因为最后它等于是 放在上面一个装饰品 好 我们现在盛盘囉 好的 好香 隔夜的牛肉汤还有牛肉 做成的野菇牛肉炖饭 将牛肉汤内的牛肉取出 洋葱番茄切丁 香菇切片备用 开小火热锅放入奶油 蒜头与洋葱爆香 再转中火加入番茄与香菇拌炒 放入白饭牛肉汤以大火拌炒均匀 汤汁快收干时加入鲜奶油 起司碎片牛肉块 拌搅均匀即可盛盘 開動 我真的难以想象 昨天牛肉汤冰上来出来 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香 奶油味好浓 它奶油奶油的包覆感 是很强烈的 在吃的时候 你又能吃到很浓的香菇 里面的鱼香这样跑出来 而且香菇外面是柔软的 里面是脆脆 然后就还有水分在 你真的很厉害 好好吃 谢谢... 你好强喔 我可以说安德鲁吗 OK的 等你吃完吧 不要这样吃 野菇牛肉炭飯 来自于我们昨天晚上的牛肉汤 棒不棒 棒